不再孤单 哈喽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早上的马股最推定的开玩技巧 我是Homerly的陈小宇 今天我们来探讨什么样的上升是不能够买的 什么样的下跌的是不能卖的 往往我们在买入股票的时候可能就跌了是吧 然后卖出的时候怎么样就涨了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这个谜底 我们大概在25分钟附近就开始讲解 现在要去share一下我的群组 share一下给我们的会员还有非会员 大家也帮忙去分享一下 获得分享者称号的朋友可以优先整股 大家也帮忙去share到一些其他的股票群组 其他的一些股票的这个专业是吧 尤其是自己有联益方式的一些股友是吧 十盘操作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都会的 所以说我会需要到什么叫十盘交易 比如说每天晚上怎么样对明天量预测 今天该怎样交易是吧 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关于理论的方面呢 以及这个方法的方面呢 讲的人就太多了 但真正讲是盘的人就不是很多 对吧 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有有朋友想要讲这个 实盘操作的 实盘这个看盘的这种技巧的 以及在现场怎么样决策 如果是该买入还是该卖出的 这样一种技巧的话 可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这个频道 好吧 现在我要去转发了哦 谢谢大家 左手握大地 摇上我这天 成文列出了释放的闪电 把时光匆匆等成了年 三千诗如所不见 左手握着花 右手握着剑 眼前落下了 永远的雪 一滴滴 摇上我 左手握着右手握着剑 就几百度在红窗的水间 当烦恼 能开出一朵狐烈 不停歇给我的脸 山花成云 右手插边篇 山花成云 右手插边篇 永远离未成的模样 但所有 城市浮现 我左手拿起地 右手放下你 合掌视地却 不够成为心间 一种心 你说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你 借我你的数字 让我用 柔软头发问你 喜欢你 车窗上的雾气 仿佛是 你的爱在呼吸 喜欢你 那微笑的眼睛 连日落 也看作蠢影 我喜欢这样 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 到哪里 你的脸 慢慢贴近 明天也慢慢的 慢慢清醒 我喜欢你 爱我的心 清楚我没感受 只感应 我知道 他在诉说着你 沉默言语 喜欢你 车窗上的雾气 仿佛是 你的爱在呼吸 喜欢你 喜欢你 车窗上的雾气 喜欢你 那微笑的眼睛 你爱我的心 车窗上的雾气 你爱我的心 牵出我没感受 只感应 我知道 他在诉说着你 沉默言语 我喜欢这样 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 随便 随便你带我 到哪里 你的脸 慢慢贴近 明天也慢慢的 慢慢清醒 我喜欢你 爱我的心 清楚我没感受 只感应 我知道 他在诉说着你 沉默言语 我知道 他在诉说着你 沉默言语 你不见你 沉默言语 随便我 思 movement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湖北里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 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 越无法重立而已 真的没事 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 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 你沉默的回忆是身影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 曾忘顾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傻吃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握着悲伤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要想 可是我只能平址 寻找你 茫茫人海却又想 好的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 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每天的马骨对峻的 看板技巧节目 今天呢 我们将来聊一聊 什么样的上升是不能买的 很多人会中招呢 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问题 觉得上升了就应该买吗 下跌了就应该卖吗 这不是对的吗 是不是 但是往往太天真了 就是说 在成人的世界里边 或者在股市里边 你要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么善良的 想要赚到钱的话 在这个现实当中 是吧 没有本事的人怎么赚钱呢 坑蒙鬼骗偷 是吧 有本事的人怎么赚钱呢 经营一个生意啊 打一份工啊 是吧 没有本事的 他也能赚到钱 但是他赚钱方式有点悲劣 是吧 坑蒙鬼骗偷 是不是 就是五大 五大恶劣的行径 但是现在比较少了啊 之前是有的 但是在股市里边 这种现象体现的非常非常淋漓尽势 坑蒙鬼骗 是吧 为什么经常会中招呢 就是被人骗了吗 是吧 被人蒙了吗 被人挖了陷阱 被人背后统一道吗 被人家那个那个盯上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不能太天真 也不能太顽略 是吧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天真 保持我们的单纯 也要怎么样 防防止这个股市当中一些有心的人 然后再给你挖一些陷阱 是吧 其实上礼拜六呢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在谈了这个交易量呢 跟那个价格是庄家玩弄散户 最主要的手段 但是散户还特别喜欢 为什么庄家 他需要从这个量价上去 下一些功夫 去挖一些陷阱呢 因为量价都是散户 看到吗 散户不会看其他的 你在其他指标上 他也装不了账户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跟他说 你跟他玩一点其他的 所以说专家对于散户 是特别什么样 特别这个了解的 散户就是对价格交易上 有那个敏感程度是吧 最容易上当的这个地方也是量价 所以说骗线啊 还是做一些陷阱啊 多数都在这个量价上去做 所以说 为什么不要看量价啊 如果说你不会看量价的话 你就不能看量价 是吧 尤其是怎么看价格呢 价格涨了就 很多人兴奋就去买 这是非常错误的 价格跌了 大幅下跌了 恐惧了就卖掉 这也是不对的 经常专家会在你杀跌 砍掉的之后呢 他就开始起 是吧 你大幅上升买了之后 他就开始跌 是不是啊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他对于专家的 他对于散户的心态把握的非常准 是吧 就知道贪婪和恐惧是散户 最主要的这个弱点啊 股市里的弱点 如何去克服这种弱点呢 这个贪婪跟恐惧这件事情 只要是个人他就有 对吧 只不过表现的 你是表现的比较严重 还是表现的一般 是吧 你能不能扛住 是吧 你能不能扛住贪婪 你能不能不贪婪 是吧 要说不贪婪吧 这个事也很难 是不是 这个 要说不恐惧呢 也很难 就是现在放一只老虎在你家里边 你说我不恐惧 是吧 那真的是你要非常强大 得可以是吧 强大到可以 打死一只老虎的这种程度 是吧 你才不会恐惧他 要不然你什么本身都没有 就处在无限的恐惧当中 是吧 然后我们经常说 那个恐惧的阴影的面积 是吧 恐惧的阴影面积是多大 你的这个知识层次 或者你的这个 那个文化程度越低的话 你的恐惧的这个 这个面积越大 是吧 所以说只有我们在 不断的去减少你恐惧的面积的时候 你才能不断的怎么样 去战胜很多困难 最终呢 可以取得不错的收益 是吧 长大到 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是吧 这个时候 你往往就会战胜很多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人上人 是吧 好的 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话 点 请点一下solo 因为煎早盘的早晨的又清理清理那个那个什么呀 好友是吧 好友签 是吧 满了 满了要清理 签完了之后呢 后面过几天又满了 是吧 不断的要清理 现在呢 我在家 家好友的时候要审核 知道吗 好友就是 长得特别漂亮的呀 你这穿着不雅观的呀 是吧 就算了 是吧 然后呢 打广告的就算了 真正要学股票的呢 我可以让你进来 不是在学股票的 目的不存的 我就不加你了 这样子的 而且加了好友之后呢 不说话的 是吧 那个死粉 是吧 沉默粉 然后呢 怎么样 那个潜水的 不出来吹水的是吧 也就 踢掉了 是吧 我们那个 加为好友的 这个意义在于说 大家互相交流 或者说 你觉得老师这边 能学到东西 你来学 是吧 如果加完之后又不学 那一周不学 两周不学 那我们可能 也就踢掉了 是吧 让更多能够 让更多 真的想要学习的人 来学习 是吧 这个世界是 非常有意思的 真正想要学的人呢 不超过十八千 可以这么说 是吧 真正认真地学习的 不超过十八千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 成功人士 只是少数人 是吧 大多数人 就是拥拥动 因为他没有真正想要 去改变自己的状况 只是心里想 但是没有行动 行动的这个持续性 跟不上 是吧 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今天呢 有一个学员 跟老师发了一个信息 昨天我其实在这个 共享区里面 有问一个问题 给大家发了一个 报道 一个评论 然后下面又 附了一个问题 有些人呢 他会很好地去看 并且呢 会去思考 思考不对的话 他也跟老师去 进行这个 咨询啊 或者进行这个讨论啊 是吧 他会有这样的这个 举动 这就是比较什么呀 比较这个认真的 这个学生 有些学生 看了就看了 是吧 反正无所谓啊 不收我的钱 我免费看 挺好的是吧 看完之后 我向大家去思考 是吧 同样是看 一个同样的报道 你能看出来的内容 跟其他人能看出来的内容 如果说是不一样的话 你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 是吧 比如昨天给大家 破了这关于种植股的 这个事情 是吧 种植股随着这个疫情的减缓 然后很多外劳的进入 是吧 以及那个生产恢复 产量恢复 那么这个棕油价格呢 恐会跌破这个3000马币 是吧 那你现在想着要去种 种这个棕油了 一定晚了 所以你种棕油的话 种棕油数的话 你也需要懂这个期货 也需要会这个投资 要不然你什么时候该种呢 等那个产量 大家都在砍那个棕油的时候 产量这个这个什么样 这个价格不太好的时候 不是说价格好了 就跟刚才我说的股价上来了 你一直要过来买了 那股价跌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买啊 对不对 股价跌到低位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买啊 买完之后呢 后边起来 然后你赚钱是吧 而不是等他都涨的不行了 然后你再过来买 都应用吧 对不对 你先当心说 现在种植股价格一直来起 很多人呢 刚开始没有反应过来 在1800的时候 没反应过来 他涨到4000多 快5000了 反应过来了 我们可能要种点棕油比较好 是吧 比如说去种了 种完之后呢 后面价格就下去了 是吧 虽然比1800还要高 但是说 你已经不能够 把握这个节奏了 你为什么不在1800 或者2000附近去种呢 是吧 或者说正在下跌的过程中去种呢 因为棕油的 它不是种完 马上就能产 产了一个果实 它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 对不对 你要把握好这个周期 叫这个节奏 就是 节奏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是不是 然后昨天呢 我们还给大家看了这个 关于这个钢铁倾销的事情 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这个 这个是比较大的这个事件 就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矛头指向前商人公司董事 苏氏 苏氏小股风暴 大马上演 发了这个文章之后呢 我让大家认识去阅读 下边呢 我提了一个问题 很多人是有看到的 有些人是没有看到 或者看到没有思考 思考了到底有没有 你有没有得到答案 是吧 有没有答案 我说从这篇报道中 可以读出不一样的信息 能读出来的都是高手 那到底能读出来一些 什么不一样的信息呢 有些人可能就会在 这些股票上下工 这些股票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吧 我不是让你读这些东西的 我是让你读 其中有一段文字 是特别有意思的 你看啊 你看它这个字是怎么运作的 我希望大家学一学 你看人家是怎么运作的 我是让你学这个东西 是吧 你看它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他说它有控制60多只 热炒仙谷是吧 60多只 一个人控制60多只 消毒风暴 是拿督苏启文 是吧 这个案件我不太清楚 是吧 你们都清楚 这个之前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这伙人中的头目是个聪明人 是吧 他完全没有出面 所以线索没有 所以线索没有指向他 我无法证明他在这个时候 事件的幕后 所以很难归罪他 那做事要漂亮是吧 做的要漂亮 不要留下手脚是吧 这伙人的头目 没有与这些上市公司有直接的关系 看到吗 并很好的利用了 并很好的利用了香港股票经纪公司 三十州金融集团作为一期代理 将六十多家公司把空在掌心中 该头目据称严历基金融池 我让你看的是这一段 是吧 他为什么不通过本地的股票经济 然后香港的股票经纪公司 能够代理本地的股票吗 应该可以吗 可以是吧 那么这伙人的头目没有与这些上市公司 直接联系 并很好地利用了香港股票经纪公司 三十州金融集团作为一期代理 将六十多家公司掌控在心中 应该掌控在手中 是吧 这就叫操纵 操纵你看看 券商跟那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我让你读出这个关系来 是吧 很多券商跟机构是一伙的 应该是合作关系 或者代理关系 是吧 听懂了吗 你要读出来这个东西 这是你这个高手 知道吗 然后你读出来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要看清谁是你的敌人 谁是你的朋友 是吧 老把敌人当朋友 把朋友当敌人 是非不分 对不对 最终呢 你就看不清这个事 这个现实 那么这个 这个三四 投入这个金融代理 给你发一个什么业绩报告 发一个什么评论 你还你还氛围至宝 但是你你要知道 他是要吃你肉的 知道吗 要啃你骨头的 你这点你看不出来 你还天上听一些投行的一些报告 有用吗 你去找那个 你谁给谁给你 谁让你过来的 我 在你挖上铁上 你找一下 麦克老师 我现在直播着 然后你看 他就是这个 虽然据了解该集团所掌控的本地商人公司数量超越下 但该报仅找到找得到其中四十多家设计公司的线索 是吧 这罐子很大 是吧 我希望大家解读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你读出来之后 你就没白读这篇文章了 知道吗 而不是什么 Iso Iso 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吧 这是我们在马股股票共享区里边发的东西 是吧 然后每天都会有看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我会发上来 好吧 然后如果你想取的这个阅读这个股票信息共享的这个这个有用信息的话 你可以发送你的群名到这个下边的那一方式 11151432 注明是马股信息共享区的这个怎么样 这个权限 对吧 想要这个权限 好 我们回来这个股票这一边 我们先来看一看美股的情况 每周的情况 昨晚上 纳斯达克起的还可以 降了1.05 是吧 然后标普500 这样的比较少 道琼虽然下跌了 比如说纳斯达克账的科技能能做吗 不做还是不做 就是你要有一个操守不是上账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 这样了 你就不是说那个那个什么钱都要赚 是吧 记住在这个社会上你想 你注意啊 什么人能混得好 什么人能混得不好 随时 什么人可能随时翻车 就是没有道德底线 什么事都做 然后是钱都赚的这些人迟早翻车 是吧 有这个操守 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是吧 他知道这个界限的话 知道这个底线的话 他不去触摸这个底线的时候 通常都会活得很好 是吧 有些人短期内可能会迅速的积累一笔财富 但是这个财富可能是非法的 做的 后边一定会怎么样 也会很快就垮台 是吧 在股市当中也一样 我们需要有操守 你如果没有操守什么钱都想赚 那你最终肯定会遭殃 也很容易 知道吗 所以你要有操守的话 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是吧 是给你看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意思 跟你现实当中是一样的 你触碰了一些火灯 触碰了一些警戒 触碰了一些国家严禁干的一些事情 那你赚多少钱都没有用 是吧 最终都会充公吗 或者人家的坐牢 命令死刑都可能吗 是不是 在股市当中 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钱 是不能赚的 什么什么样的商账是不能买的 那就可能会像现实当中触及到一些 道德底线 触及到一些禁区 那可能就身败灵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欧洲的情况 做完双盘之后还是不错的 然后大多数都实现上升了 亚带地区今天开始到现在为止 还可以 然后泰国目前还没有开始 昨天跌的比较多 目前上涨比较多的是国际指数 还有恒生印尼 还有保守筹股指数 然后这一边我们看到马来下 目前是小幅的调整是吧 小幅上升小幅下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马股的情况 马股拍盘又是直接冲下来五波 看到吧 一二三四五波 然后之后开始反弹 反弹之后没有站住 很快又回来了 目前处的一种震荡的格局 是吧 然后下午我们需要看 是不是能够突破 这个黄线的情况 如果能突破黄线的话 就也可以 突破不到的话就不行 是吧 现在目前大多数的人 就是大多的情况 就是下跌倒盘下跌 尾市冲高 又回到了之前的这种节奏 是吧 所以来讲 就我们小注意 前边有301 今天如果收一个阳线 就还可以 如果不收阳线 可以继续下跌 所以我们今天的开盘是上去的 是吧 但是目前来讲 比昨天收盘 还是跌了一点点 如果到尾市的情况 如果到尾市的话 有出现这个上升 而且收了阳线就还不错 目前来看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今天的盘面 我们也需要看一下 今天的盘面 今天盘面也不是特别的 差 也不是特别的好 都有 有有那个 账的 也有跌的 就属于这么一种平衡式 不要多一点 好 我们现在看到是盘面特征 上升的股票432 下跌的股票457 平盘的股票442 基本是三分天下 是吧 随时你买到上涨的股票 数量是这种概率是33.3% 那种概率 然后我们看到更多的行业在下 在上涨着 这个是比较好的事情 目前 跌的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从这个行业来看的 你会发现没有涨特别多的 也没有跌特别多的 所以今天倾向于比较安静 是吧 然后今天的这个手套又开始起了 降了0.49 然后呢 是Industry Predact 降的比较多 是吧 领跌的呢 是哪一个呢 是financial service 是吧 当这个银行股在领跌的时候呢 通常也会影响指数的 账幅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啊 就是走今天会 今天会员的话 他有刚才还是那个话题是吧 针对这个事情呢 他有看到这些股票 他预计可能这些股票都要下跌是吧 结果这些股票今天都还起了 他说 那个超出这个判断失误是吧 本来因为他们要跌 结果今天都起了 确实今天 这些之前炒的不错的一些股票 今天都起了 像什么8338呀 是吧 8338呀 就起的不错 是吧 起了多少巴仙呀 起了好像30多巴仙 对37巴仙 那要是说可以买吗 以及像什么0162 是吧 这样的不多 能买吗 还有什么呢 今天导盘我一看的话 大多数人起的公司呢 都是之前炒过的一些股票 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是吧 你看今天涨幅榜里边的股票 是什么呢 比方第一是DataPred 是吧 然后呢 像 0140之前炒的比较猛的是吧 今天有上升 当然这个也在刚才00单里边 5157是吧 今天也有上升 然后呢 0094 3395是吧 这都是之前炒做过的 0189 然后4219 今天也起了 今天也起了 还有呢 0182 以及呢 0038 都暴跌的那些股票 基本今天都起了 然后508 还有0034是吧 有那么几个吧 一个是0034 5157 0038 这个都是暴跌比较多的 是吧 那有人就会问 这个8338能买吗 那你认为能买吗 你认为能买的回飞机 认为不能买的回飞 703也起了 有人就一直想做这个股票 但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 是什么样的上张 是不能买的 什么样的下跌 是不能卖的 不是说股价涨了 你只要买的 股价跌了 你只要卖的 清楚了没有 就是昨天有人问 这个5182 他说这个股票 是不是该止损了呀 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讲解 就是说 他已经收了急因了 明天就应该差不多涨了 是吧 你看前面他收了急因之后 你看到吗 收了 你看急因之后 急因之后 第二天 你看第二天 看到吗 第二天 你看 多数都是上涨的 所以基于基本这种规则来讲 那你真的要想止损的话 你怎么今天止损比较好 昨天止损跟今天止损可能差 1000块钱没了 对不对 那他的趋势有坏掉吗 没有 所以这种下跌是并恐慌的 知道吗 完了之后 你看 他这个趋势是没有坏掉的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至少应该上了一下 你真的想要卖出的话再说 对不对 就是这个股票 然后以及呢 嗯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很多的都是之前炒过的 这也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个有可能又回来又炒这些之前炒过的股票 是吧 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提个醒 像这种股票 就是涨了特别多这种股票 你不知道 比如说你0140能买吗 他涨了128千 涨128千 你能赚多少呢 说实在的也不好赚 对吧 你看他这走势是这样走的 他是基本上你 你很难能买到这个地点上 是吧 除非你就是昨天就买了 是吧 是可以的 但能在昨天买到的人也不多 是吧 然后前面有人问这个股票 我跟他说了 二四六 二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的 是吧 接到17天之后呢 容易出现上涨 是不是 大概你有一个时间周期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不对 像刚才我们看那个五一五七 这是之前很多人问过的 他已经也是跌到了第十五天之后 容易上升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也十七 是吧 十七天的附近容易转盘 对不对 那这边他目前做了一个小双顶 你看到吧 他这个情况特别有意思 然后如果你看不懂的 你就不能够做是吧 如果你看懂了之前我们讲三个阴线容易上涨 你看 这一波他也是三个阴线就上涨了是吧 目前是不是一个重复 对不对 这个重复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今天买了 明天他要再跌三个阴线呢 对吧 所以说你仗一天 你有多少人能仗一天 你能赚到钱的 有多少啊 对吧 计备这样的能力吗 不计备 不计备的话 你可能就做不了啊 做你能做的事情 很多人呢 都看着别人做那个 我的特别happy是吧 然后做这种股票也能赚钱 每个人的能力 能力的局限 能力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你能力是不是能够价一得了这种股票 你先自己评估一下 是吧 你如果能价一得了这种情况 那你就去做 价一不了呢 这种钱是不能赚的 相当于刚才可以说的嘛 是吧 有一些有一些钱是不能赚的 尤其是你能力范围以外的这个东西 你是不能做的 做了的话就必败 对不对 还有就是有一些 那个那个禁区 你是不能碰的 碰了被死 是吧 你比如你去贩毒 那你被抓的肯定死刑 是吧 你去倒卖金火 去杀人放火 这逮到以后肯定是死刑 你去抢劫银行 那你逮到的时候肯定也死刑 这些东西也是不能碰的 是吧 这种专家方式 有没有人去去做 有是吧 走图无路才会去做 是吧 但凡有一条路 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 谁都想做一个好人 但是没有办法逼到那个份上 逼到那条路上 被逼到那条路上的 是不是 所以千万不要沦落到那种程度 你要合法的赚钱 是不是 而不是说你去走一些非法的途径 是不是 好像在股当中也一样 那你这些东西你能加益得了吗 它有没有禁区 这股市里有没有禁区 股市里的禁区是什么 那什么样的商账是可以买的 什么商账是不能买的 比如说这种商账 这种商账 它就是个诱饵 就是诱饵 就给你点甜头 你上钩了 上钩了 它就又下跌 除非它下跌 不创新低再起 是吧 然后呢 它改变了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一个60分钟图来看 60分钟里边 如果都还没有什么情况显示它要起 你看它就是这么一个反弹 是吧 那你说能赚到钱吗 能赚到钱的概率非常低 真的 能赚到一点可观的利润 我们讲啊 这个利润本来就很小了 也不可观 是吧 然后你去做它 然后这个能力又不够 那你说你能够吃到这口肉的概率有多高呢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去想了 这是诱惑而已 是吧 你应该要去识别哪些对你来说是诱惑 哪些对你来说是可以去实现的 是吧 要不然呢 你总是被诱惑 诱惑呢 就会让你怎么这样 进入陷阱是吧 陷阱 就会掉进陷阱里边 掉进陷阱里边呢 你自己又不知道怎么上来 就在陷阱里待着吧 是不是 有些人也跟老师问老师 他说套老子怎么办 套老38现在怎么办 不是没有办法 是有办法 解套是有自主解套的方法 还有被动解套的方法 你怎么能成为自主解套呢 是吧 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拿一点钱再买一个能涨的股票 等那个涨了之后两个一起砍掉 相当于没有做这两笔交易 是不是 他说老师 可惜的是没有后备资金 全在里边 那这种就非常被动了 所以我们在操作你的股票的时候 是吧 你用兵的时候 那个资金就是你的兵 在用兵的时候 你放多少资金进去 你需要有一个后备军 然后保护你的大本营 你把所有兵都派出去 你不怕敌人过来 那个攻击你的 攻打你的一个大本营 不怕这种情况出现 是不是 所以说这在军事上 你是在这个作战方面 是非常大的一个忌讳 忌讳把所有的钱都放出去 将他套上 是吧 现在你全军覆没了 你后边就剩你股价管人一个了 是不是 那你能东上带起吗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资金的分配 我们都很喜欢all in 是吧 看到好股就一下就all in了 对不对 但all in完了就全军覆没了 是不是 这种可能性比较高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人它根本就不满足 是吧 至少你比如说 像前两天的手套 至少他有这么一波行情 有就怎么一波行情呢 至少他进来的时候 他在分钟图上啊 在30分钟也好 还是60分钟也好 至少在60分钟 30分钟 他有这么一波行情 你才可以做是吧 连一连一个短线的波段行情都没有 那你就不要参与了 知道吗 是不是 至少你看 他上了主线 还走了走了好几波是吧 至少有这么一个波段的行情 才是值得可以买的 那像那个比如说前面这样个5079是吧 显示也问这个事情 他有没有波段行情呢 是有的 知道吗 他是有波段行情的 然后这边有出现过一波暴涨 这边又出现过一波暴涨 在分钟图里边 我们能不能找到他的这个有效的买点呢 在分钟图里边是可以找到的 知道吗 他在这边呢 就出现了一个小的三浪模式 知道吗 因为这样看的话 出现了一个小的三浪模式 就这边 这边是一浪 你看专家界是吧 这二浪 然后三浪 就这样爆起了 是吧 然后如果说你跟着这个软件走的话 你还能够做到 是吧 他至少有一个波段行情 你可以做 这是一二 这是三 三完了之后就结束了 是吧 你还可以驾驭得了 那么像这种 你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短线 但仅限于短线 他前天爆仗 昨天大跌 今天就没有了 是吧 这种情况 然后你在他爆仗之前 你会看到他的庄家 其实从这天就回来了 之前是消失了 消失完了 第二天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你在这边可以买 是吧 这是第一浪 第二浪就横摆了一天 第三浪爆起 是吧 是这样子的 然后比如像 838 这能卖吗 那你看 他也没有波段行情 他如果连波段行情都没有 那你能买吗 你说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打开60分钟 60分钟里边 他刚这样 然后我们再看30分钟 30分钟里刚刚突破这个主线 那你现在可能也买不上 是吧 然后至少等他后边挑一下回来 然后如果真的要起大的话 有个第三浪 是吧 他目前是第一浪 刚刚第一浪 是不是 第一浪你没有抓住没有关系 不用可惜 是吧 也不用讲什么东西 他如果真的后边还有的话 你就得买第三浪 第三浪往往比第一浪要涨得更快 而且更这个利润更大 是吧 可以说一浪里边的上涨 一般的情况下 我是不做的 你也很难买到地点 很难在上涨之前就买到 是吧 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 不是说完全不能够 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什么呀 它都是你能放以外的事情 你去干这件事情很难 那很多人就会说 能不能就没仗之前就就看到他呀 就要上了呀 可以 但是大多数人不可以 我我们也是要 他走出来浪行是吧 走出来一浪 二浪回车 完了三浪我们才买 也是要起来之后才买 要舍弃一段利润 那很多人就就说 哎我不想舍弃一段利润 记住了 这个钱是不该赚的 这个钱是给你发现他 这是交的学费 是吧 如果说你想 第一浪这个钱你也要赚到 第三浪你也赚到 第五浪你也要赚到 你已经到了什么样贪婪的程度 已经到了给钱就干 什么事都干的这种程度 让他必然受惩罚 对吧 所以说我们讲 一浪是给你发现他的 二浪是给你 那个瞄准开始要进场的 三浪是给你 主要赚钱的几乱 五浪是给你出货的 每浪都有他的作用 你如果说反的话 就会容易顺起 到了五浪还去买 是吧 你一浪就想赚个盆满不满 然后完了之后呢 一起盘就跑掉 三浪没有买到 这样都是大计是吧 然后你看 他不就是个反弹吗 是不是 所以说他真的 如果眼光着反转 我们再做也不迟 是吧 然后你在咸牙边上 在咸牙上你去开车 有多少人不会掉下去呢 是吧 离咸牙边上 十米 你在那去玩一下那个车技 有多少人能够顺利的生还呢 是吧 不要那个火中取栗 那个险中 那个去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 那如果你是擅长的 可以 擅长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 我建议你不要干 不要那么干 否则就会死蛋块 对不对 有这个 然后什么0162是吧 这些东西 0162不是0163 0162 这只能买吗 是吧 你看 他有不断交易的这个价值吗 对吧 涨了5% 能赚5%吗 对不对 60分钟里边 他什么情况 60分钟 你刚刚有一点 连主线的还没有突破 然后30分钟里边 刚刚突破主线 那也是一浪刚上来 他如果真的后边有三万里边 多也不管 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种上账是给你看的 日线里边根本就没有出现那个红柱 是不是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他的上账 他就是个诱饵 诱饵 你买进去以后 就把自己给搭在里边了 是吧 就跟手套似的 这次又是个诱饵 是吧 进去了 就又不行 以及像你比如像这个0140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呀 根本就没有翻红色 然后日线都没翻红色 分钟图里边呢 他翻了红色 但是也很弱 是吧 其实这没有什么操作价值 但是 对不对 但后边你要关注他 翻红色以后 你就可以切换到 30分钟图来看他 是不是走出了一个 123的走势 是吧 是不是上了主线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股票 曾经暴跌的股票 暴起也很正常 是吧 然后是不值得参与的 是不能买的 像这种趋势都写了 是吧 他暴跌完了之后就可以 那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看60分钟 因为他趋势是有的是吧 趋势是有的 那你就OK 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绝佳买点一定是三浪 这是三 是吧 前面这边利润不是给你赚的 是吧 你不要贪婪到这边 你要买到最低点 是吧 买到最低点 卖到最高点 那就已经到了贪婪的程度了 到了贪婪的程度 随时有可能翻车 是吧 因为这个世界上 什么人最危险的 就是没有道德底线 什么都做的 给钱就干的人 是最危险的 随时有可能 他可能也会很快风生水起 但是也会很快 怎么样 就会陷入到一种失败的边缘 是吧 来的快也去的快 因为他财富积累是非法所得 很多是非法所得 或者说逾越的道德底线 是吧 所以这容易出现问题 容易翻车 你去县市当中 我们都是成年人 是吧 你县市当中 你看看 经常碰进区的人 那有几个是有好果子吃的 是吧 虽然可能暂时没有抓到他 但是迟到会抓到他 是吧 是指是包不住火的 隔墙有耳 指里边包不住火 这个事我们一定要去相信 你不要去侥幸说 你看我还没被抓住 我天天那个 做那个非法报道 没有被抓住 是吧 哎呀 没有人可以 可以一辈子这样子 知道吗 不要侥幸 不知道哪一天 就到你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很多人 可能没有涉及到这个情况 是吧 但是给大家一个警醒 是不是 然后你比如像这个 刚才我们也看了 他也不太具备什么 他至少是不创新的 再来一个阳线才可能 是吧 他至少就上穿主线 庄家有进来 是吧 你看现在庄家还没进来 是不是 这暂时还是不行 就是个反弹吧 然后已经33395 395起了 今天就要买吗 是吧 有人 为什么他会 想着又 为什么经常会中招呢 就跟这个地方似的 这你就就买了 买之后他赚了吗 没赚 那现在又来了 你又买能赚吗 庄家增仓了吗 趋势转上了吗 是吧 这些东西 很多人从来不去想 就看今天 哎呀 国家起来 起来好多啊 这不是可以买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一直跟他讲 你养成一种趋势的思维 是你赚钱的根本思维 不要老跟着股价走 今天股价涨了 我就想买 跌了 我就想卖 这种思维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没有到的底线 什么都做 能涨就行 能涨就做 涨就想做 是吧 有钱就想干 给钱就干 就是这种性质的 这个类似的情况 所以说你看 他今天给了钱 我也不干 为什么 他不满足 他这个趋势还是往下的 我们看一天能行吗 不要光看一天啊 你看一天 就跟刚才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怎么确认这一天 不是这一天呢 不是这一天呢 你怎么确认他这边 他就要起长期 起持续起 找你赚到钱 你怎么确认这件事情 如果你确认不了 请问你要干这件事情 有意义吗 你的失败干率是多少 你告诉我 是吧 比如说万一我蒙了一个大底 你要靠蒙的话 那你去买彩票不是更好 是吧 买彩票一蒙五百万 这一蒙你多少钱 对 所以说股票根本就不是 赌徒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呀 天堂 他永远是有计谋 然后投资者的天堂 他是需要有这个趋势思维的人 是吧 就你在什么时候卖出 买入比较好的 他突破这个平台了 庄家增仓了 你再买 不完吗 不完 但有人就想超最低点 你超最低点 你超最低点 他起来三分 你赚钱吗 能赚多少 你跑不跑 是吧 所以这些事情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尤其是新股民 所以说 为什么先要投资自己呀 你自己啥也不懂 然后就在股市 就这么天天 靠着这个蛮力来赚钱 你说 你有多少钱 在股市里边 这样来试错呀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状态是这样子的 我描述的 并不是跟你们 去那个凭空捏造 因为我们跟很多人去交流过 我们跟成千上万的股民交流过 八九成以上的股民 都是这种状态 那你说为什么 散户当中亏钱的 是更多一点的 那这种状态的不亏钱 他就真的见鬼了 知道吗 能赚钱 那是偶尔的 亏钱那是必然的 是不是 所以说 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好好干 干好这一行的话 一定要去学习 一定要有一个趋势的思维 是吧 一定要有 不是看一天 要有什么呀 要有这个操守 要有这个原则 是吧 不是什么钱都要赚的 好吧 今天讲的这个够清楚了吗 是吧 如果他只是一个反弹 连一个30分钟或60分钟 连一个波动的行情都没有 就不要操作 那就是一个诱惑 是吧 就是一个诱饵 你你一上钩就被钓了吗 就像鱼一样是吧 给你一个诱饵 你就你就高兴了 哎呦 这个这个好好吃啊 是吧 结果被钓到了 被人家吃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像鱼一样 随便一个诱饵就能上钩 你需要是一个很大的诱饵啊 那个大到你那个 那么大是吧 然后才可以上钩 是吧 才可以去做一下 是不是 好吧 更多的我就不去说了 然后呢 希望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 关于今天的话题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好吧 剩下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 有没有新成为啊 成为这个分享者呢 这个这个JadenG啊 就好像是前面有分享过 我成为成为的那个分享者 是吧 这个Dilu Lee啊 就是一直是我们的分享者 还有谁呢 这个Brian Lee也是分享者 然后呢 Alan Wong啊 Brian Lee 还有哪一个 基本就是这些 其他人呢 想成为分享者的话 也可以多去分享一下群组啊 分享给你的好友啊 是吧 当然不要分享太多啊 分享太多的话 你可能你的号码就被疯了 我这么多年经验的话 分享十个人 或者分享那个十个小组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或者分享五个也行 分享五个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哗哗哗一点 是吧 你分享一个 然后我开 我开那个直播的时候 你分享两个 开到中间的时候 分享两个 到末尾的时候 分享两个 这样的话 就不会太平靡的话 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太平靡的分享 一分钟 现在也分享了二十个 这样就会容易出问题 好吧 你看干什么事 没有经验啊 都需要有经验的 知道吗 干久了就有经验了 你干了这么久 股票你有多少经验啊 对不对 你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吗 是吧 所以说没有其他 有人说老师 你为什么就这么厉害 为什么这么看这么准 没有其他的熟能生巧 为首熟耳 没有其他的 天天看 天天泡在股市里边 我不相信你 看不出来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 但是很多人状态就是天天 不在股票里边 是吧 就想赚钱 对吧 这个是比较要命的 就是相当于没付出 还想回报 这种思维是非常非常要命的 是穷人的思维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变成富有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有问到什么股票 5291 5291的前边是还不错 是吧 已经创立了新高了 但是说专家不太集中 他整体的趋势呢 还好 我们可以放周线去看他 周线看了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是周线 周线里面呢 这个创新高之后怎么样 上了三周调了一下 是吧 但只要趋势没有坏掉 其实还可以的 没有什么问题 转线可能要调一下 这边走了一个 12345了 是吧 转线可能要调一下了 然后呢 是Brian Lee 问了个831 还可以生妈前一高点 是不是0.32附近 看这831呢 我们来看 昨天有一个学员呢 跟老师那个发了一个信息 我需要更多人有反馈过来 你知道吗 你学完来之后 你你懂了什么东西 有反馈给我更好一点 我也知道怎么样更加贴切的去做出来 更加适合我们的这个内容出来 是吧 方法出来 他昨天突破 昨天突破这个平台 前天突破这个平台 昨天回调正常 今天再回调就不正常了 可能短线就要调一下了 是吧 现在目前暂时是阴线 他说 昨天晚上 昨天早上你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呢 那个是什么 我忘了 是他说我学会的一个词叫倒战下车 非常好 是吧 如果你一句话的话 就点点透了 是吧 就就就够了 能够学会 你能从我这一个小时子当中呢 能学会那么一句话 每天学那么一句话 那你久而久之也就可以非常厉害了 是不是 非常厉害了 有人不是学习的态度 来的就是看 就看其他人在玩什么股票 老师要推荐什么股票吗 然后这种状态算了 你就不要来了 我们不这不是推荐股票的 我们这是真正教大家怎么样去提升的 是不是 831 看过了 5166可以买入吗 购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昨天就占完了 今天回调了 是吧 他通常就暴涨一天 他就调整很多天 这是他的节奏 看到吗 暴涨一下调 暴涨一下调整 这是他的节奏 等调差不多再说吧 是不是 今天调整很正常 明天再调整就不正常了 这个想进群的话 不是进群 是进一个设 是一个马股股票信息共享区 这是个文档 共享文档 叫叫什么样 share 怎么说 叫共享文档 就是你只要有权限 我在写什么东西都能看到 是吧 就是共享文档 可以发送你的姓名给我 我们可以加你进来 然后9326 我们看一个9326 就结束了 他呢 就前边呢 就一直是跌一天就起来了 是吧 所以今天必须要收阳线 否则的话 可能就要调整一下 对不对 他这个情况呢 就庄家有一点减少了 是不是 养完之后 60分钟图呢 其实已经在跑路是吧 这边没有创新高翻青色了 这种东西都不太好 是吧 然后前面走了一个12345 走了一个五楼 那是A B 后边有一个C 所以短线要注意生产了 好吧 就讲这么多吧 然后希望能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指导 另外呢 我们还是要宣传那个SOP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按照一步一步一步做的话 就给你做一个蛋糕似的 什么他有功虐 是吧 就是我们做煮饭 是吧 做菜 是吧 人家有大厨 现在YouTube里面 你搜什么 怎么做公保鸡丁 怎么做咖喱鱼 人家有功虐 是吧 告诉你料是多少 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第三步干什么 你跟着做的话 你你如果说料都全的话 然后不出意外的话 你做出来那个味道跟它是一样的 不是 同样我们做股票的话 也有一个SOP 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第三步要怎么做 完之后呢 你的那个选股 第一步要看什么 第二步看什么 第三步看什么 是吧 然后以及呢 分析的时候 然后交易的时候 怎么去操作 有个SOP的这个东西出来 跟着SOP的东西走 那你这样的话 就不会出大差错 是吧 即使说你做不上一个大厨的味道 你你OK 比你一般的那种 那种那个都好 都OK 是不是 所以说我学做菜 我有时候看那个功率 是吧 看那个YouTube里边的那些大厨 那个在怎么做 是吧 怎么料 然后跟着做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些做股票也一样 我会出于这么一个SOP的这个东西 做股票 怎么能够赚钱 以赚钱为目的的一种 一种一种操作 我应该是先看什么 后看什么 最后看什么 选股 怎么怎么去选股 是吧 从几个方面去选股 对不对 然后分析决策 怎么决策 然后最后交易怎么交易 是不是 好吧 如果你想要这个SOP的话 也是发送你的全名 加上SOP 到这个011 6151413 是吧 那这都是福利 你不需要的话 它 没有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是吧 我就说了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的 我们只给那些想到迫切想要在股市赚到钱的 想要成功的这些人是吧 然后你看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做的那个什么呢 做了这个 这个手套股那个视频是吧 对于这个手 这个手套股那个天大机密那个视频 很多人听了之后怎么样 就非常有感触 是不是 他说 我有听您讲的课 想的很好 去年12月已经成为后面的会员 我是半年的会员 今天6月到期了 但我想升级终身 我觉得后面的软件是很棒的一个工具 最近也赚了钱 之前走了很多愿望路 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后面 我就不会再卡在手套里 我们对手套的判断 去年的7 8月份就已经告诉会员见顶了 是吧 这是已经后悔了的 还有很多后悔的没有来找老师的 是吧 他只能变成遗憾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 包括这一次的反弹 我给你们提前预测了 是吧 他说你太神了 哎呦 简直了 你都知道手套会跌 如果一早 如果一早去年听你说 就不会输手套这么惨了 买了一口过子赚了 是吧 只是太相信基本面 所以没有卖 是吧 所以说 你看 基本面好还是技术面好的 看疗效 说西一好还是中一好啊 看疗效 不要看那个那个那个宣传 也不要看舆论 看你吃完这副药好还是不好 你吃完这副药好了 西一好 你你那个拿了那个方子吃了好 没好那就是西一好 拿了方子吃了好了 西一没好那就是中一号码 对不对 看疗效 不看广告看疗效 是吧 同样软件行不行 技术分析好还是基本分析好 不看广告 看疗效 是吧 好吧 希望大家能把你眼睛擦亮一点 是不是 如果说你想的用这个软件的话 是吧 不是一个人反馈 如果只有一个人反馈 一定算 是吧 天天都有用的好的 做的好的 是吧 而且有刚进来就做的很好的 那你有什么理由说自己做不好呢 是吧 每人都可以 只要你踏出这一步 你的人生从此即将可能改变 即将可能走上人生的巅峰 是不是 所以希望呢 每人都要给自己这么一次机会 是吧 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连机会都不给 这个就是最大的失败 好吧 最终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进步一点点 在鼓励当中少走弯路 做赚钱 好吧 谢谢大家 记得帮忙分享 分享点赞 我发现这么半天也没人点赞 是吧 听傻了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 然后可以发一点那个红心 发一个点赞的手势 是吧 对 对 可以讲半天了 对了 还有晚上的课程是吧 昨天讲的今天没有讲 晚上的课程是本地老师主讲的 就是wiki老师 口音 包括的习惯用词都会比较贴合大家 是吧 如果说你之前听的可能不太好的话 我们的用词可能不太适合于本地 或者说没有本地话 我们是国际标准是吧 是那个技术分析里边的标准 可能这边老师的表达可能你更加容易能够听得懂 是不是 如果想上今天晚上的课程的话就报你的姓名过来 加上周三课程 姓名加周三课程 报名今天晚上的课程 然后周六是我讲主要是会讲到那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股票投资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怎么样踩对节奏 刚才讲这个节奏的问题是吧 节奏有旋骨的节奏 有浪行的节奏 趋势的节奏 买卖的节奏很多是吧 怎么样去把这个节奏踩准了 节奏踩准了 股票赚钱 其实可以很简单 好吧 想要报名拜三的课程 就加你的姓名加周三 想要报名周六的课程 就是那个姓名加周六 是吧 好吧 大家去吃饭吧 到了吃饭时间了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午餐时间 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归期 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既然决定爱想一次就一辈子 希望让这世界静止 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会再爱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乘风的位置 要不是这样 我怎么过一辈子 我住在想你的城市 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 你既需要想爱 我为你坚持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既然决定爱想一次就一辈子 希望让这世界静止 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